嗨,大家好,这里是救援生涯 今天咱们要修复的就是这辆40年前的校车 首先用电钻把底盘的锚钉给它打穿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工具把整个校车拆开 拆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底盘已经污损的比较厉害 而且有破损,在车轴的地方有破损 那么座椅的部分还是不错 整体保存的比较完整 应该不需要太多的处理了 这个车体没有大的损伤 但是车漆剥落的已经非常严重了 在车轴上还缠了一团的棉线 好了,我们现在先把两组车轮收好 然后把其他的配件放到机器里进行清洗 大概半小时左右 车体上的这些污渍都被清洗掉了 也非常的光亮 底盘的字迹也很清晰 恢复的还是不错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来拆卸这个塑料车窗 这个车窗是通过胶水粘在车体上 应该说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难 那么先用工具尝试一下从内部把它撬开 这个撬的过程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塑料车窗已经年代比较久远了 非常脆,非常脆,很容易碎 像保存比较完整的车窗有的不多见了 先从4B把它撬开 另外一个车窗窗窗 стор 那么车窗窗窗偈的部分呢 撬开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在四角的地方 粘的比较结实 这一定要轻一点 尝试了多次 都无法把它完整的取下来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 粘的也非常结实 这个胶已经都40年了 所以我尝试另一种办法 就是用工具 从车窗的外侧 把它尝试松动一下 前锋挡玻璃这块 现在往里顶一顶 确实站得比较结实 缝隙也很小 但侧面相对好一些 无论是上车门 还是几个车窗 都有足够的框量 但是用金属工具的问题 就在于可能会滑坏车窗 所以我就重新选用棉签 沾了一些水 但是棉签的问题呢 是强度也不够 所以很容易折断 你看这个后窗的部分 确实粘得很结实 换回了金属工具 把后窗再时间翘一翘 终于翘开了 这个塑料窗上已经沾了很多污渍 但是整体还是非常完好的 主要是一些胶 就一会把它去除一下就可以了 先来进行拖漆 那么用棉签沾上拖漆剂 把车体的残留的这些漆进行除去 这个漆除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毕竟是残余的不多 同时配合一些工具 就可以把细节角落里的东西 给它挂干净 那么残留期比较多的呢 是车体的内部 这个呢就只能用棉签一点点涂了 好在效果还好 经过十几分钟 就可以把它完全除掉了 使用拖漆剂的过程 一定要戴口罩 这是我使用的一些棉签 接下来我们要对车体进行剖光 使用的就是这种黄铜丝的沙楼 这个呢硬度比较大 也能处理到很多细节 那么这个是因为是用了新合金的一次成型技术 所以它铸造的过程中难免有一些瑕疵 那么在这个打磨过程中都可以给它进行修复 包括车窗等等 还有一些小的杀岩和凸起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机舱的前部有些破损 那么我们就使用了这个金属补土 把它进行修复 修复晾干之后 再进行打磨 对于车身上的一些小的瑕疵 也把它及时的修平 初步打磨之后 我们就再进行剖光 使用的是这个金属剖光剂 那么这个呢 可以使金属变得更加的有光泽 包括车窗的部分 发动机舱盖 椅子板 等等细节 都进行剖光 最后再拿这个羊毛沙轮 打磨 剖光一下 最终呢 可以达到一个类似镜面的效果 接下来咱们再处理这个塑窗 整个塑窗还是有一定光泽的 主要是胶比较多 在内部没有粘胶的地方 它塑料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现在先要把塑窗上面的一些 油渍、骨渍、汗渍都去掉 倒了一些洗涤淋 还有一些清水 简单清洗完成以后 在后车窗的部分胶是比较多的 先用沙轮把它简单的打磨一下 然后就分别用牙刷和布进行摩擦 把胶水逐渐的融开 去除掉 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这个车窗的打磨和抛光 这里先要用相对比较细的砂纸 由小标号到大标号逐渐进行 现在看到大概是7000mm的砂纸打磨 这个过程 大家要耐心 因为时间会比较长 对于车轴的处理呢 首先需要先把车轴一侧的 锚钉部分给它去除 这样才能把车轮拆下 可以看到车轴有生锈的部分 而且弯曲了 先把车车车轴取直之后 再进行除锈 用砂纸把上面的锈剂打磨掉 然后再进行抛光 用棉签沾上金属抛光剂 就可以看到效果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要给轮胎上漆 用黑色的油漆作为底 然后再倒入一些稀释计 稀释计一般的我用的比较稀 所以基本上是1比1 用稀寡 稀释取一些佩戴都可以了 这个小瓶子可能有些人认识 这是硝酸甘油的瓶杆 好 涂完漆以后 我们就要用这种 含个各颜色的笔 把个的这个涂料取出 然后用极细的笔 占取个涂料 对轮骨进行加工 把这个轮骨也涂成个的颜色 因为非常的小 这个对眼神也是个考验 好了 整个轮胎 即便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要进行喷漆了 喷漆首先要喷底漆 我选择的是 灰色的1500m的底漆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非常的细腻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喷漆晾干之后 稍微一碰 这个底漆就脱落了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把底漆除去 重新再来 我也换了一段 专门用于金属底漆 再来看一下效果 附着力还是可以的 真不容易 下面呢就来调这个车漆 调漆主要的难点在于 如何把漆的颜色 保证和圆漆一样 我这里用了黄色 红色和白色 进行勾兑 这是喷面漆 喷漆喷得薄一点 然后一次一次来 不要一次就能喷得很多 这是制作水贴 水贴稍微沾水之后 就可以放到车身上 这个水贴难度比较大 主要是因为它太长 非常容易断 所以我也是小心翼翼地 把它取出来 但即使这样 尾部还是出现了一些折叠 这就需要用棉签把它修复 一点点来 如果到位了 只用干棉签把包含底部的水 吸掉就可以了 如果位置有偏差 那就要棉签沾水 重新让它软化 再调整位置 这个水贴我几乎做了三遍才完工 这是最后一次的效果 基本还算满意 修复这辆校车 总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对这期内容 有什么问题和建议 欢迎留言和弹幕 此外我们还发布了 校车修复的故事版 希望大家观看和支持 下期修员生涯 再见